天高家的夜情 不因為天氣來轉涼慢慢在降溫 不像8年層已經全拍到10萬多人 對到天高家來訪地相互議會 定議會當中 會新郊有報告的引起很多議員來關心 因為天高家每天都會來發聲 屬於宇宙宇宏是最重要的 起玩單品又標示 發聲之前如果不先來做到宇宏 一旦有感染根本就我們不會負氣了 幾年都有 那以後是不是可以檢討說 在還沒有到4月之前就趕快把民眾選到 還是說趕快我們可以去檢查 這樣是不是可以改善局長你認為呢 我們登革熱因為主要的元兇是埃及班紋 埃及班紋從4月到10月 這個容易產卵跟發育的季節 所以就是說要長期去做知青 你對了有什麼苦感染的故意的噴尿洪提 余英帝議員的標示 噴尿洪提到底要噴到什麼樣的程度 因為專門噴尿洪提出後來說是很困難 都玩什麼輸去 那是要每個都噴到嗎 還是怎麼樣 那是對的 切一個人對的 在家庭噴的也會這樣 這個登革熱的問題不是說人傳給人 這是蟒子交到人之後四個不會來飛去 對啦 讓我知道 所以這個困難就是這個蟒子 在你們島在什麼人島大家會來飛去 所以尤其這個蟒子 它的地點大概有七成的蟒子都在家裡 所以一定要入庫去處理 包含了噴油 包含了這個激水容器的清理 這兩項這兩項重點一定要做 基本上這在聽到東門大橋的地面 並未替報道公示 解決的這個新三港長 希望李宗林就希望相關單位 風也工作應該主動來出席 有積水點我們就會投蟻劑跟乳塊 來殺絕取 所以現在東門路橋這些已經全部都處理好了 然後積水也全部都OK了 媒體所報導的部分是有處理的 所以才會有貼那個 那媒體沒有報導的部分 因為我現在要追問的其他事情是說 我們鐵路地下化其他的工程 因為有可能是因為東門路橋之前封閉 然後我們漏了這一塊 那我們鐵路地下化有很多工程 我們知道工地會有非常多的積水 那小小的積水就可能產生解決 我們聽新聞單一想要議會拆放報道 我們聽新聞單一想要議會拆放報道